欢迎回到中天晚间新闻的现场 在今天大J集 我们要为您J的 就是这次陈云林来台的重头戏 当然就是牛肉在哪里 这个牛肉我们要来看到的 今天江城会的登场 而且签署了四大协议 不过在今天的一整天当中 可以看到呛林的状况 仍然是相当之多 只不过都被警方有特殊策略的化解 好 我们先来看看牛肉在哪里 今天陈云林的行程是这样子的 今天早上最重要的 就是在圆山饭店的二次江城会 然后下午联合举行了记者会 那么接下来在四点钟 是在金华酒店当中会见赖信源 那么此刻他人就是接受连站的晚宴 在另外中山北路的一个饭店当中 可是我们今天一开始为大家报道的 就在跟赖信源的会面 当然就是相当敏感 而且相当关键的这一点 结果就形成了场内场外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场内是两个人握手 我们再来看到场外的情形 就是民进党籍的邱毅盈跟这个谢欣妮 他们说以喝下午茶的名义来到了现场 结果发生了怒吼 而且进行拉扯 现场一度回来 民进党的邱毅盈 谢欣妮在众人之间不断挣扎 一边喊着一边异国 一边还企图突破维安人墙进入会场 不要提供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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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是不是情绪太激动了 邱毅盈甚至一度还出现呼吸困难的状况 突然间邱毅盈指着远方的女子大喊 凭什么可以动手 难道你是解放军派来的吗 叫他出来不要躲 我们要知道他到底是解放军派来的 不断高喊出来道歉 一旁的好姐妹谢欣妮也在旁帮她喊话 不断适时柔柔秋衣营 声称被弄伤的手臂 无论如何就是要警方交人出来道歉 警方却坚持场面混乱 出自必要才出手劝阻 并没有动手打人 借着参加吃下午茶 唯由来到金华 邱毅盈和谢欣妮的突然出现 海报道具与呛声人马一应俱全 让维安人员相当紧张 最后不但无法指导会场 还在推挤中受了擦伤 邱毅盈愤怒地要求警方 一定要将动手的人找出来 要一句